大家好,欢迎观看独立坛第一版本,一语言游戏辅助教材,我是黑色橙衣 我们的官方论坛地址是www.独立坛.cn,bbs.独立坛.cn 我们的宗旨是从您基础学习外挂冰层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要学习的课程 我们要学习的是初级章的第四课,外挂程序的种类 那么在外挂界中有很多种类 平时我们也接触到比如暗镜精灵的脚本,内存操作的外挂风包 操作的外挂等等 那么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外挂界类的 我们一般称之为暗镜外挂、内存外挂以及托机外挂 那么它们分别有各自的特点和缺点以及优点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 暗镜外挂主要是利用模拟鼠标镜盘的操作 调用鼠标镜盘替人完成游戏里面的各种操作 那么它的优点编写比较简单 不要去分析游戏的内存数据 它的缺点是 操作游戏的准确性比较差 效率比较低 而且不利于在一台电脑上多开 难以实现 不方便实现 并使用电脑做其他工作 并进行挂机 操作 这就是暗镜外挂的 优点和缺点 那么内存外挂 那么这种是利用 读取游戏内存数据来进行操作 游戏各种动作的 所以动作和操作 都是在内存里面进行的 那么优点是 冰写难度 冰写难度是重 效率比较高 比暗镜的要高很多 那么试用一台电脑 可以多开 或者N开 那么可以挂 可以并进行挂游戏 一并进行使用电脑 操作其他的工作事情 不会影响前台电脑的各种操作使用 那么缺点是 需要费时间去分析各种游戏里面的内存数据 这就是内存外挂的优点和缺点 以及他的工作方式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拖机外挂 那么这种外挂类型是最复杂的 那么直接是通过封包数据 然后进行发送与接收 来完成游戏的各种动作 这就相当于纯粹是一个 一个软镜与一个软镜的数据 对发与对接收 这么一个操作了 它就损捏了 客户端的所有的动画形式 那么 优点是 之所以命名为拖机 是因为不需要运行游戏的客户端 就可以通过外挂直接向 直接向服务器IP发送 登陆吃药走路 打怪警务等一些 一系列的游戏动作风暴数据 来完成操作游戏 那么缺点是冰写 比较难 应该是说冰写的话 冰写代码 应该是说冰写是比较简单的 冰写代码 但是分析游戏的各种风暴数据 也就是加密的风暴数据 是比较复杂的 需要对游戏的风暴进行解密 那么修改游戏的数据后 然后再发送给服务器 那么还需要一些 比较熟练的返回兵和逆向技术 那么就是了这么多种外挂类型 那么我们在信实中 内存外挂占市场的比例 还是比较大的 是比较大的 在这三种外挂中 因为它比按键的效率又高 比拖机外挂的 要比较容易冰写 那本套教材 也就是本版本教材 就是教大家 从零基础学习 冰写内存外挂的程序 随着技术不断的学习 增强深入 那么我们 大家都会走向一个 从简单到更复杂更难的 外挂类型 好了 那么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